主要是因為 釉礦的需求量在增高了 這個最主要是因為核能的發電 在氣候暖化的情況下 大家越來越重視 歐盟是率先第一個集團 他們把核能發電 列為是綠色能源 這是很重要的 像我們台灣那個黨 然後很喜歡催它是前衛性的政黨 說什麼我是人所以我反核 好像主張核能的都不是人 的這種邏輯的那個黨 那個黨它背於時代的潮流 逆時代的潮流而走 它到現在為止不肯用核能 可是我們都知道核能在歐洲 被認為是乾淨的 而且是最穩定安全的一個 那對於美國人來講的話 他很清楚的看到 未來美國也一定會啟用核能 美國從三里灣事件以後 它的核能大部分都是外銷 自己本身內部並不生產 可是問題就是當國外的 美國的這個外銷的訂單 再減少它競爭力越來越弱 中國大陸崛起 因為原本在核能發電這個部分 日本還有這個法國 他們發展的最成熟最好 然後原來法國是中國大陸的老師 大陸後來核能也起來了 現在可以跟它的老師相互抗衡 而除了國內同時有十幾座核能電廠 在興建以外 然後它還可以賣到海外去 例如說幫中東地區 那麼蓋核能電廠 然後在未來也可能會幫 中亞地區的國家蓋核電廠 那當然我們也都看到 它過去本來在英國的黃金十年 也幫英國要蓋核電廠 後來是英國自己把核約撕毀了 但是從這些跡象都顯示出 核能電廠已經又成為一個主力 那成為一個主力的時候 需求量會越來越大 這個時候右礦就顯得更重要了 右的價格也不斷地創新高 對 右的價格創新高 右礦越來越重要 可是美國剛好相反 美國在2014年的時候 它的右礦的提煉 達到一個高峰到1900多噸 可是到2020年的時候 跌到個位數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它的右礦的開採提煉 那麼從1000多噸 減到這麼少噸的時候 那它該怎麼辦 那眼看了中國大陸 在右礦這個部分需求量 越來越大 開採能力越來越大 然後跟哈薩克的合作 因為哈薩克的右礦 在全世界它開採的數量是最大的 而且它儲存量是排名第二 儲存量排名第一的是澳洲 估計佔大概27%到29%左右 第二名那當然就是哈薩克了 估計大概有90萬噸的儲存量 那目前來講 哈薩克成為全世界 最強大的右礦的供應國 哈薩克跟中國大陸的合作的情形 就確保了中國大陸的右礦的需求 可以得到滿足 那你想如果你是美國你著不著急 當然著急 所以他們重啟這個礦景 然後目前試開採 他們覺得他們能夠達標 所以他們覺得很自豪 其實也不過就是排名 因為美國在整個全世界排名 並不靠前 即使它恢復到1900噸的時候 也並不靠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對美國人來講 他還要急襲直追 他後面 因為他目前估計是要做到 1300噸 對 那到1900噸還早得很 所以排名前10名 可能美國還要努力 美國必須要先把他的 那個沃爾夫條款要先廢除 因為他中國大陸一直要求 美國處理這個問題 那美國到目前為止不肯處理 所以我們連這個月球的月朗 美國人說你如果沒有條件 沒有前提 沒有條件 那你要給我們 我們就收吧 那個姿態擺很高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的回答 已經很明白了 你沃爾夫條款擺在那邊 先處理掉再說 所以大陸的態度已經有出來 第一個 要跟NASA合作的話 沃爾夫條款先取除掉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對於大陸來講 他還是有個問題 就是說他本來就要 有些人嘛 那一般來講 大陸做法是比較安全 而且比較負責任的 就是我打一個太空 打一個火箭上去 就是太空艙 我們返回艙 那麼我們通常 他通常會UV一個嘛 就是一次會做兩個 就我設一個出去 一個如果一旦有問題 另外一個馬上升空去救援 這是中國大陸 比較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理論上講 他應該有一個UV 因為每一次打都成功 都成功的話 所以他應該有一個 沒有問題的 問題是在於你美國 你要開口啊 第二個你美國 你要把這個條款 廢除掉啊 然後第三個你 拿什麼東西來交換啊 對不對 那對大陸來講的話 就是說可以啊 拿東西來交換嘛 不然的話哪有說免費的 你說要了就要 沒這回事 太空人我們當然都關心啊 但問題就是你的國家製造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造的孽自己解決 這個談判當然很重要 因為對拜登來講 他希望能夠談成 因為他認為說如果能談成的話 至少能夠讓伊朗不要報復 至少推遲報復 這個推遲報復是有意義的啊 好 跟各位觀眾朋友很簡單的解釋 伊朗跟美國 他們都希望能夠達成永久的停火 永久停火 所以剛剛永明兄講得很明白了 就是希望能夠立即的永久停火 但是如果只是暫時停火 這個大家會問說 那暫時到什麼時候 那有效期間到什麼時候 這個基本上來講是不切實際的 所以大家要的是 是立即的永久停火 那拜登跟伊朗的不約而同 在這個部分反而有共識 意思也就是說 如果以色列能同意 那人質全部釋放 永久停火 那就和解嘛 那就開始進行加沙地區的重建 伊朗往後推遲他的報復反擊行動 那往後推遲會改變什麼形式呢 就是比照蘇萊曼尼 或者是比照這個伊朗的指揮官 在敘利亞被殺之後 伊朗的反擊內次 那內次的反擊的形態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事先有通知以色列 說我要打導彈了 我要打了 然後會打哪些地方了 然後果然就打了一波 然後以色列果然就有效的 都攔截成功了 然後攔截成功以後呢 那麼以色列沒有再反擊 那伊朗就說那我們翻篇了 就過去了 這個事情就告辭一段落 那如果採用這個模式的話 這是最理想的一個狀態 換言之也就是說 哈尼亞之死換來 這個以哈的永久停火 然後人質的永久釋放 然後加沙地區的重建 那這個它就成為烈士了嘛 它的死就有價值 那伊朗還是會反擊 不過是顏面性的反擊 但是問題就在於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傳出好消息來 沒有傳出好消息 那這個就是一個壞消息了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說 那伊朗會不會今天晚上 如果今天晚上一打 然後打了又有效 也就是說伊朗告訴你說 我不是紫老虎 我是有爪 而我的爪還是有力量的 如果我有爪而沒力量 你原來是瞧不起我嘛 可是如果它的爪是有力量的 也就是說要打到以色列 而且打到重要的要塞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考驗以色列 要不要反擊 以色列如果大量反擊 那當然第二波的攻擊又開始了 這個時候戰爭就開始又往上燒 那全世界的股市 油市就會產生激烈的變動 那當然這都不是我們所樂意見到的 美國跟這個馮德萊恩 歐盟的這個支委會的主席 他們兩個人勾畫 要提出一個所謂的去風險化 其實去風險化是經過修飾的詞 他們的方向跟目標就是 要減少跟中國大陸的依賴關係 或者是貿易經濟夥伴關係 就是要一直減少 那麼他們其實原本的目標 是希望完全脫鉤 可是後來他們發現做不到 完全脫鉤 所以他們就從脫鉤 轉變成為叫做去風險化 這是一個我在強調修飾詞 那目的在哪裡 就是減少這些國家跟中國的經濟 然後去削弱中國大陸的出口 跟進口的力量 然後把中國的經濟打趴 他們原本的戰略是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走了這麼多年下來 也就是說從拜登上來到現在 兩三年過後 那推動這個工作的所有的國家 尤其更積極的 他們基本上都深受其害 而中國大陸反而影響並不大 有影響但是並沒那麼大 那經過深受其害以後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在德國只剩下他的總理 就是郵報 琵琶 半折面 就是做一半 我們叫做做半套的 這個就是蕭爾茲 可是他的經濟部長跟他的外交部長 都是綠黨的 他們是卯足全力 還是要繼續推去風險化 所以就一直去勸 一直要求他們的德國的企業 那麼要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可是問題是對德國的企業來看的話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整個生產製造業最完整 最強大的是在中國大陸 那你今天你要去風險化 你要把你的工廠從德國這邊遷出 不管你遷到越南 你遷到這個印度 你遷到甚至遷回德國 那問題就在於你的重要的 關鍵的零組件還是要從中國大陸進來 那如果一旦被卡住 你今天又在一直不停的搞貿易戰 現在又要搞這個電動車的戰爭 那中國大陸到最後 對於歐洲的氣勢也開始實施貿易戰 就是某一些重要的 例如說今天又宣佈了 今天又宣佈這個超硬的這個金屬 是不准賣的不准出口的 所有的出口要經過批准 那你想所有的稀有稀土 都已經要經過批准了 石墨也要經過批准 那你今天你在海外在歐洲 你基本上來講要取得 中國大陸的這一些生產汽車 電池所有的這些重要的零組件 的原料都稀缺 那你怎麼能夠離開中國 你離開中國 你不見得能夠買得到 你只有把你的工廠放在中國 你在中國大陸內部裡面 你才能買到石墨 你才能夠買到這些稀有的金屬 才能夠提煉他所需要的 那因此對德國的汽車工業來講 我管你政府怎麼講 我如果聽你的我就倒閉 那我要活下去 我要養我那麼大的員工 那他怎麼辦 他當然繼續往中國大陸移動 不但移動而且投資越來越多 這也就引起了法國的高度關注 所以法國的仇中反中的媒體 叫做法廣 他也不得不大肆報導 說你德國怎麼可以這樣做 你們的政府要求要去風險化 要脫鉤要跟中國大陸 那你怎麼你們的企業廢道而馳 你們怎麼變本加厲 而且還投資越來越多 你們簡直是用腳走路 用腳投票 也就是說嘴巴講的不講話 然後腳投票往中國大陸這邊投 你們就是歐盟的叛徒 不是就這樣子解釋 賴老師我想問一下 德國的經濟狀況是真的很糟糕嗎 很糟糕 剛剛講到北溪二號線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北溪二號線 俄國投資45億 歐洲以德國來牽頭 五個國家參加也投資45億 那最主要的就是確保他們的能源 能夠經由這個管道 從俄國這樣進來 它安全穩定又便宜 因為不是液態的 是由天然氣管 原本的北溪二號線不夠用 所以要用北溪二號線 而這個北溪二號線 完全繞開這個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從中賺不到錢 而且也卡不了了 那因此對德國人來講 他可以遠遠不決的 從俄國那邊買到便宜 安全又穩定的天然氣 這個對於他的能源供應來講 很重要 結果被破壞了 被破壞以後 我們看到俄武戰戰後爆發 整個能源價格往上走 然後整個物價往上走 然後生產供應鏈 被美國切的智力破碎的 然後這個國家的政府 不像梅克爾那麼的強悍 夏爾茲這樣暖弱無能 然後他的外交部長跟經濟部長 完全追隨美國 跟著美國搞 結果搞得整個德國在歐洲的經濟 表現是最差的一個國家之一 為什麼說之一呢 因為另外一個國家就是英國 這兩個國家都是追隨美國的 都是表現最爛的 所以德國的人民也好 英國的人民也好 真的是恨透他們的政府 可是我覺得這兩個國家的人民 沒有弄清楚一件事 為什麼你們的政府表現那麼爛 因為他完全犧牲你們的利益 去追隨美國 你們應該恨的是美國 韓國沒辦法跟大陸PK 坦白說韓國是努力 韓國也希望能夠有未來 韓國更希望能夠借這個事件 把它炒作炒大 但是我覺得傷害不大 影響也不大 我覺得剛剛鄭元松講得很明白 這明明白白就是美國公司 設在中國 而且本身的這些專利都在美國 然後在中國大陸生產 然後也已經講得很明白 那麼賓市它不應該自己 检視它不應該去找一個 這麼小的一家電磁工廠 來跟它生產 因為一個賓立 賓市不是賓立 賓力是英國的 更貴賓市 賓市 賓利來告你 賓利更貴 因為這台車 6.7萬美元 對 那我个人认为 韩国是故意把这个事情 把它扩大 把它炒大 然后美国的华尔街也觉得 这个事情可以把它报道 大事报道 反正能够伤害大陆一点点的 就想办法伤害 能够把一个小事件 扩大成为一个大事件 就努力做 但是我倒觉得商场上的东西 要比实力 以目前来讲中国的电品 电池它的实力是强大的 那中国也没有松懈 除非说中国大陆今天拖大了 说我已经强大了 我拖大了 那这样的情形下 当然有一天就被人家超赶过去 可是我觉得大陆的这些 电池工厂没有一家 他们躺平 没有一家拖大 他们都还在内卷 因为都拼得很凶 我觉得一直拼得很凶的话 这些工厂基本上爱惜羽毛 打不倒的 目前来讲我不认为 韩国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大陆打倒 不是一个量级 韩国跟中国的电池不是一个量级 韩国跟日本导致可以批一批 那以后如果说公布电池的话 墨西哥车厂的东西可以进美国吗 那个没有问题啊 重点不在于公布公布 而且韩国的要求 不会成为世界的主流 因为这个部分里面还是谁定规则 那以往来讲的话 其实通常都是G7 或者是G20来定规则 过去美国的影响力最大 那现在其实美国要定任何规则 他还是要跟中国大陆商量的 更重要是在于 电池这个部分 谁说了算 中国说了算 所以规格是由中国定 规则也由中国定 不是由你韩国或是美国 你们说了算 其实以现在 其实我们看任何产品都是这样 谁是实力最强 谁说了算 两岸都很像 结婚越来越少 离婚越来越多 不生孩子越来越多 嫂子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两岸真的是越来越像 对大陆来说的话 其实不要户口名簿 我是赞成的 因为大陆的太大了 然后跨省 其实跨县 他们有时候像我这次去新疆 一个县都好大 一个县比台湾还大 大得不得了 所以他们一方面是你跨省 那你想每个人都要户口名簿 戴在身上真的不方便 所以而且现在都是电子化 所以你身份证一打进去 全部资料都出来了 那真的是不需要 但是也不用担心说 有人拿了你身份证 就能够去结婚 不可能 因为护贞事务所一定要两个人亲自到 而且还要牵制 亲自到拍照 牵制按指纹 我不晓得有没有按指纹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按指纹 要牵制 还要拍照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